算难过 我们过去过日子冬天真的受冻 过去北京市民到了冬天 穿着棉衣棉袄在家里过一冬是正常的事 今天屋里像北京市的供暖有规定 不能低于18度 过去屋里个七八度的太正常不过了 我小时候串门这平房屋里 温度都在十度以下 很正常 家里富裕点的就多烧点煤 不富裕的就是扛着 尤其到晚上每个人都是搭背 里三层外三层 中间还搁一热水袋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幸福 一进家基本上都脱了 穿的很少 北方冬天的屋里并不难过 难过的是江南 再往南一点 比如到了我们的福建广东稍微好点 但是江南地区屋里确实也比较冷 阴冷 这些年因为有了空调 不在乎钱的到冬天的时候把空调一打开 这南方潮湿 空调一热乎 这屋里还挺舒服的 北方 好开空调还受不了 太干燥 干燥的到处都是静电 那我们今天说这个 出门 那我们今天出门啊 赶上这天寒地冻 我们还是得多穿衣服 多穿什么衣服啊 我瞧了瞧啊 大江南北穿的最多的衣服是过去没有的 叫羽绒服 那古人没有羽绒服穿什么呢 我今儿就捧了一件文物 让大家好好看看 这胡仁勇哥尔辣吧 这是著名的收藏家安思远的旧藏 当年我去他那个遗产拍卖上去买回来的 你看这件东西啊 大肠 我们今天说大肠就是一件大衣 你看他这件东西啊 袖子啊 从肩上迅速地开始收紧 收紧 前面呢 这留了一刀范 能看见里面穿的是什么衣服 最重要的是这领子 这领子一圈隆起 这一圈隆起呢 表明它是皮毛 你们可以想见这件大衣当时的情况 这个脖子上有一圈软软的圆圆的 这个皮毛 大衣呢 做得特别的可体 中间成心留这么一刀缝 让你看见里面 这叫什么呢 这叫设计 这是一件北朝的人物 他早于唐朝 我们通过这样一件服装 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的人的着装 中国人的着装 历朝历代都在不断的变化 皮毛 过去在人的家产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份财产 对吧 我们有句成语叫集业成球 说的是把那个狐狸啊 叶下的毛搜集起来 最后成为一件大衣 你把一个狐狸 腋下的毛搜集起来成为一个大衣 你就想想这个成本啊 这时间成本有多么的重 我过去讲过国宝一百 国宝一百里讲过球卫四气 那个球卫本身它就是一个皮货商 过去皮货商啊 身价还是很高的 今天看这个好像大家不怎么穿皮货了 所以这个皮货商呢 社会地位就没那么高 可过去不一样 过去卖皮货的人都牛的不行 那我们看看这些狐人的形象啊 同时期同类你可以找到 比如山西太原啊 徐显秀墓的壁画里 那个主人啊 就就是徐显秀 他身上穿着一件豪华的球皮外衣 气势十足 跟这个都差不多 只不过呢 今天的人穿皮草少了 对吧 今天呢 为什么穿皮草少了呢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环保 环保主义者呢 是不希望人穿动物兽毛的啊 所以你在国外经常看到 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游行啊 就是要保护动物 不能穿他的皮草 那我们就说呢 我们不去打野生动物 我们家养动物啊 家养动物也有皮草 我们今天有养雕的 养狐狸的 养各种可以利用的兽毛的啊 兽皮 但是 环保主义者依然有他的态度 就觉得我们人今天啊 科技这么成功了 没必要老穿皮毛 那么皮毛呢 过去有钱人穿这皮毛呢 都是 里头有衬 外头有 有罩 穷人穿就不这样了 穷人就直接穿了 比如老羊皮啊 羊毛冲外 我们看看到陕北农民穿的老羊皮 过去在东北啊 在内蒙啊 都有人穿老羊皮 那羊皮 为什么 这么受欢迎呢 是因为它确实的郁寒 球皮在中国的历史上 我说的历史是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上 它一直都是贵重的 至少贵重到我年轻那个时代 还是非常贵重 今天相对来说 球皮没有那么贵 你比如一件貂皮大衣 没有太多的钱 过去一件貂皮大衣 恨不得是你们家的 穷人的全家财产 你知道啊 皮大衣 所谓皮大衣呢 就是羊毛做李的啊 在部队 在部队呢 是有戒的 我们的部队 发军服是这样 棉大衣是过着长江就发 皮大衣得过了山海关才发 那时候我在东北的时候啊 十几岁去甘校 就穿过那个皮大衣 全副武装啊 羊毛的皮大衣 羊毛的大头靴 在冰天雪地半个小时以后 也会冻透 你想那东北得有多冷 那我们的古人也是这样啊 古人他也怕冷啊 但是古人没这么好的着衣条件 冬季保暖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古人靠什么呢 没有羽绒这种衣服啊 也没有这种画签的这种制品都没有 那就是靠棉 早期的古人的那个棉啊 是丝棉的棉 不是棉花的棉 是丝棉的棉 我们在湖南长沙马蒙堆汉木中 就出土了十一件丝棉袍啊 这个他那个丝棉袍呢 就是也是这种很传统的胶领 右刃直居啊 这都是树 什么叫胶领呢 领子交叉的 什么叫右刃呢 右边在前边 直居呢 是裙摆是直的 中国汉代的时候呢 上衣和下长就连接在一起了 它是一种流行的款式 这种款式叫身衣 你可以理解成长衣 就上下身是一体的 那么身衣的这种流行呢 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就开始了啊 再早中国古代的服装呢 是上衣下长呢 是分开两个部分 后来慢慢慢慢学的 把它这个剪裁在一起 缝合在一起呢 比较方便 那么身衣有两类 一类呢 是直居 居是下面 下面下摆这个位置 还有一种是取居 是斜的 到了我们的汉代啊 汉代我们都知道 是中国啊 地质社会的第一次经济高峰 那时候取居的身衣就非常流行 我们从出土的汉代的陶永龙 能看到大量的 你知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人古人呢 都是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 它是有很多规矩的啊 它首先对姿势 就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标准的坐姿呢 是寄坐啊 所谓记坐就是跪坐 跪在那里 屁股顶住后脚跟 这个做法非常的累 不信你在家里试试 一般人坐不住一分钟 你觉得我们古人 怎么一坐坐好几个小时 我怎么一分钟都坐不了 你还就坐不了一分钟 不信你试试 如果你特别年轻 没准你能坐两分钟 但是岁数大了 一定都坐不了一分钟 这种姿势坐不了怎么办呢 就换一个姿势 这个姿势叫鸡坐 波及的姿 就是俩腿啊 往前伸 坐在地上 跟个波及的姿势一样 这个姿势是非常粗鲁和失礼的 主要是跟那时候的服装有关 我们都知道 秦汉之前 中国人是不穿内衣的 一般人不穿 里面穿的裤子是俩裤腿 严格意义上讲 它不叫开装裤 它就是俩裤腿 那你俩腿像波及一样的往前伸呢 就很容易走光嘛 所以呢 这个史记上有些记载就很有意思 比如荆轲 刺秦王 失败以后呢 他靠着柱子叫 鸡鞠以骂 什么叫鸡鞠以骂呢 鸡就是像波及一样 俩腿往前伸着 鞠是坐在那里 然后就坐在那 岔开俩腿 一头骂 他表示对秦王的一种蔑视 那么中国人真正大规模的穿上裤子啊 那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北朝的啊 到了南北朝时期 北方的少数民子相继呢 入住中原 就是各种各色人等呢 就杂居了 这个民族大融合 传统的这种身衣啊 就不大适合社会的一个需求 胡人的打扮哎 就慢慢慢慢的呢 就影响了我们啊 影响了我们汉人 胡人的打扮是什么呢 他是叫裤者啊 什么叫裤者 裤就是裤子 裤者装呢 他在民间流行 后来就成为了北朝的一个正式礼服 所以他影响很大 你正式礼服嘛 那么他上下身就可以分开了 当时的这个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段历史时期 是南北朝对峙的 南朝保留了一些中原的传统啊 包衣搏带啊 这种穿衣的风格呢 在当时的社会呢 就形成一种风尚 它主要是以宽袍打袖啊 为时尚 世人呢 就是有文化的人 士族啊 他对宽衣呢 有一种追求 他追求到什么程度呢 追求到放荡不计的地位 所以呢 衣服都都不讲究 里头都是裸着身的 穿着个大袍子就出来了啊 想干嘛干嘛 我们如果翻过头去看 中国的这个服装史呢 就是说在汉朝啊 东汉以前呢 那个男女服装的结构 差异性不大 大体相同 男女都穿一种衣服 但是到时候东汉时期 我们都知道 汉朝经过了 这个二百年的发展以后呢 哎 他的老百姓的生活 和经济都提高了嘛 所以呢 他的衣服就开始发生变化 女装就把原来穿在里面的 如何裙呢 就开始外穿 表明我跟你不同 他就与男装的袍服 形成了一种差异 就是一看这是女人的 一看这是男人的 这种穿法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 就特别的盛行 这个汉岳府啊 你就说啊 相以为下群 子以为上儒 说的就是儒群 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啊 还出现了一种圆领袍 圆领袍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领口是圆的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种和尚山 和尚山 袍子啊 本身是一种带有棉绪的内衣啊 是保温的 它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呢 发展起来 这种棉袍 你看到了民国 还有很多人都穿 因为它确实 保暖有效 这个 袍衣啊 就这种棉袍 最初是穿在里头的 后来到了汉代 逐渐逐渐就可以外穿了 那么 魏晋时期呢 这个袍服就 大行其道啊 我们今天你看我们都穿紧是紧身衣服吧 不喜欢穿大袍 那时候人喜欢穿大袍 喜欢穿这种圆领的 这种圆领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中国人是娇领的 圆领呢 就带有极强的浓重的 胡服色彩 就是外来的 那么 它身窄啊 这个袖子也窄 它就显得很精神 隋唐以后呢 由于隋朝和唐朝的统治者本身的血统就有胡人身份啊 那么唐初的很多服装 它都受胡服的这个影响 这种窄袖元领的袍子呢 就列为了一种官服体系 成为这个社会上最常见的一种装素啊 这就是我们的唐以前的大制服装风貌 到了啊 初唐和盛唐的时候 北方游牧民族跟中原呢 就交往就特别多啊 加上李唐一脉啊 就是皇室呢 他本身就带着少数民族的血统啊 就他们的服饰也对女着男装呢 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前面讲过啊 唐代的时候很多妇女愿意着男装啊 显得精神啊 显得精神 也显得妇女的地位跟男子平等 唐代女性的这种着装意识呢 这个胡服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创造出了一种呢 整体的社会氛围 就是男女平等啊 你比如太平公主 她就喜欢穿男装 那么唐代啊 尤其是中唐以后啊 骑马交游就开始盛行 我们今天都觉得哎呀 骑马这东西高贵呀 优雅呀 但是在唐以前 骑马本身出行是一个很野蛮的事 不是很光彩的事 贵族认为他很低俗 因为先秦啊 包括秦汉时期 马都是用于驾车的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坐车上 南北朝以后呢 上层的这个男子啊 就出门的时候 有时候呢 他还是讲究坐车啊 说这骑马这个不行太野 那时候在一些隆重场合呢 他会认为你骑马就是有点失礼嘛 只有军人才骑马打仗嘛 但是到了唐朝长时间的啊 社会稳定啊 他上面的一些贵族呢 就喜欢骑马玩 玩呆玩去呢 就把这骑马这事给玩高了 就是骑马已经不再变成不如流的行为 而变成了一种时尚 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张护的诗啊 国国夫人程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啊 国国夫人游春图啊 你看这些贵族妇女骑着马 一块游春 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骑马的地位在提高 那么那时候呢 马术也就盛行了啊 张淮太子墓中的这个打马球的壁画 大家都看见过是吧 唐代打马球变成了一种高贵的运动 我们说到这儿啊 可以再看两件唐代服装 看看唐代服装的神奇之处 这是一个唐人的啊 胡仁勇啊 这胡仁勇啊 这件我们不要看这人长上眼 看看这衣服啊 这衣服有意思 这是一件大衣 我们今天呢 偶尔也穿大衣啊 你比如我也穿泥子大衣 跟这样子差异不大 但是它有很多细致入微的地方呢 让我们看着觉得很神奇啊 你们注意看 领子尖上这个地方有两个圆球 这个圆球呢 明显的是穿了一根线 那么它这个领子是可以竖紧的 这个球状物呢 是一个装饰 然后这个衣服呢 下摆特别宽松啊 特别宽松 这有叠蟹带啊 叠蟹带 我们原来讲过 就是随身带的一些器物啊 那么这件衣服啊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看看背面啊 背面 这束腰啊 这腰杀得不紧 看到吧 这腰身啊 显示的非常清晰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是这件衣服的这种时尚性啊 有两点 第一点 里外不一个颜色 外面是黄的 里面是绿的 对吧 第二点 注意看它的袖子 摞上去 我们今天穿大衣啊 甭管什么大衣 没见过谁把袖子摞上去 你想摞上去也摞不上去 但它这时候的大衣 它袖子居然可以摞起来 这摞起来穿一大衣的这个感受呢 它就比较潇洒 我收藏了啊 官复博物馆里收藏了很多这样的勇 我曾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这样的服装都把它复制出来 让模特穿上 让人感受一两千年前人的服装的变化 你想想这个大衣 鲜黄色的 里头是翠绿色的脸 翻开大脸啊 旁边还有两个球 这两个球都想好了 至少要是玛瑙球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件衣服的那种视觉冲击感 这件胡仁勇啊 这底下穿着这个靴啊 这种靴软靴 跟我们今天的大皮靴是不一样 它是软靴 你知道李白为什么让高丽世帮他脱靴吗 他就是穿的这种软靴 自己脱非常费劲 别人帮着脱就非常省心 就出现了李白让高丽世脱靴的故事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唐三彩啊 跟那个大的年代差不多 但这一件 这个人物呢 相对比那人物身份高 你看他的脸型高贵啊 手里捧着一鸟 一看就是蹄龙架鸟 他有一点 这两件东西很接近 就是什么呢 是他们都是大翻脸的 这件东西呢 它的旋锤感很好 就是不像那个 那个还是看着像一种 泥子似的材料 这比较厚重 这个相对啊 是一种丝绸感 所以它的下裙摆呢 旋锤感非常好 它也有叠蟹带 这都是一个时代的这个 这个标志物啊 这个叠蟹带转圈的都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两件文物啊 这个穿越一千多年抵达现场 传达了一种啊 服装的变化精神 我们的服装跟我们的文化 随着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长河 不停的流淌 不停的变化 你比如这个到了宋代啊 因为骑马这事到了宋代 也有人骑 他有一种裙子叫玄裙 什么叫玄裙呢 就是裙子前后都开叉 他为什么前后开叉呢 就为了骑马的时候方便 不会让这裙子全堆在这个马鞍前面 每一种服装的生存呢 一定有他生存的道理啊 整个唐朝在初唐时期 女子的装束呢 他就受了很多胡人的影响 比如啊 他多是这种紧身窄袖 我们通过那个大衣就能够了解什么叫紧身窄袖啊 他紧身窄袖呢 就使人显得非常的挺拔 半臂啊 就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短袖 在初唐呢 曾经是非常盛行的 他跟紧身窄袖的衣服呢 有直接关系啊 只不过那时候的半臂 就是短袖呢 是穿在如山外面的啊 就是长衣外面 穿一个短袖的罩衣 这种形式呢 完全是追求一种新颖的变化 我们如果往前倒 就说这种形式呢 早捍卫未尽时期都有了嘛 但是那时候并不被广泛的大众去接受 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呢 上不了台面这半袖呢 就该变成一种风靡 你们仔细想 我们这些年的服装也是一波一波的风靡 因为我这个岁数 我看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每十年一次的服装变化 有很多你认为非常土的衣服 过两天它又忽然时髦起来 你认为非常时髦的衣服 过上十年八年又变得非常的土 半袖这种穿法到了唐中期以后 就逐渐逐渐就少了 那个那时候的服装呢 就变得越来越宽大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时候已经开始流行 以胖为美了 这窄小的这个半臂不太适合 唐朝整整将近三百年的时间 不是全部流行胖的 一开始不流行胖的 以胖为美是唐中叶才开始的 所以服装也跟随着就变化 这种短袖呢 半臂呢就不流行了 你想想 你穿一个短袖 那胳膊就显得特粗 那么半臂啊 就是我们说短袖衣服呢 它对中国服装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 从唐以后啊 宋元明清 一直到清代的那种马甲 都能看到半臂的这种影子 我们现在啊 一说这个女性的衣服 首先想到的就是裙子 我们历史上也的确是这样 比如非常有名的是什么呢 是石榴裙 石榴裙 那么石榴裙呢 它的得名 你不用问 它肯定跟这个大红的颜色有关 那么后来呢 这个人们就从巨像走到了抽象 就把石榴裙带直美人了 我这猫这厉害啊 这个今儿 好家伙 今儿是玩玩嗨了 好 你看它这么大个吧 在那么小的空间里 哪都不会碰伤它 猫就有这点好处 手脚很轻 那么魏晋时期啊 女子的装素呢 它多为上颅下裙啊 身衣也就慢慢消失了 上颅下裙呢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 上衣下长的一个发展 长和裙呢 都是下身的衣服 在文学表达里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原来都讲过啊 如果你对中国古代服装了解比较深呢 你有时候对它的诗歌了解就比较深 你比如杜甫的名句啊 见外呼传收纪北 出文剔类满衣长 衣长 衣是上尸 长是下尸 就是我听到这个安史之乱平定了以后啊 我痛哭流涕 哭的是上下尸都湿了 他说的是杜甫描述的是非常激动的一种心情 你想上衣下长都是泪水啊 你看啊 从汉到魏晋时期女子的裙腰啊 基本上都在腰线以上啊 他就是比较往上 我们现在腰就是腰 而且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髦论的女子呀 那个腰线都是在腰之下的 在胯上的 他要露出一块来 每个时代你仔细想它都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唐代呢 群腰多在胸上啊 其胸的如群呢成为一种时尚 就到这个位置 和上衣一样 裙子在唐代是由出唐的锦窄贴体到圣唐的变得越来越宽松 回到了魏晋时候这个包衣博代的那个着装风果 所以我们说服装它也是一个轮回啊 中原有很多传统 它跟这个草原民族呢 是不停的相互影响 所以它的社会的自由度就比较开放 当这种宽大松弛啊 裙摆脱地的大裙子成为主流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浪费钱财 一个裙子使俩裙子的料 它太浪费钱财 还脱地啊 比如唐文宗的时候就规定啊 妇人的裙服不得超过五服啊 夜地不能超过三寸 就是你在地上拖着那个地方不能超过三寸 因为他妹妹呢 他妹妹叫延安公主啊 违背政令 穿着非常夸张 在宫廷里那个厌饮 然后皇上就不高兴了 就直接啊 就把这个这个驸马给骂了一通 罚了两个月的薪水 所以你看古人也知道节约 不是古人 皇上就不知道节约 他也知道节约 到了宋代 女子裙子的长度呢 他差不多就保持在裙摆和地之间的一个 不拖地的一个关系 因为拖地毕竟是太浪费 而且也脏 这样从世界上呢 他就感觉呢 就是非常的简洁 如果你了解这些 你去看古画 你就会发现 我唐代的那个古画画人物的都是裙子拖地的 为什么宋代就不拖地的 他实际上 他就是真实的一个表达 那么宋代人呢 由于他不能拖地 他就喜欢开始使这个褶皱啊 就让他多做一些褶子 让他有些变化 褶子呢 他可以使视觉上能看 你看这有褶子吧就能显得比较瘦销 宋代的这种基本服饰啊 就是在抹胸或者如山下面加这个加裙子啊 再加上裙子啊 外穿被子的搭配呢 是宋代女服的基本一个款式 宋代的被子呢 非常流行啊 通常是直领对筋 两页开叉 就这边开叉啊 这个被子是不仅可以外穿 也可以内穿啊 它可以跟这种大袖的礼服搭配 这些服装的名字呢 我们今天都不怎么用了 你如果想了解它呢 你就多看一些古画 古画上的那个服装 一般都画得很准确的啊 我们节目中呢 展现了大量的文物啊 也讲了很多文物知识 如果你觉得故事没有听够呢 想了解更多呢 那你就下载官复APP 下载官复APP以后 有上千件的这个文创啊 周边这都是文创 这支杯文香杯都是文创 你可以抽奖去啊 下载注册以后 首页上你就可以参加抽奖 你有很大概率 获得你心仪的礼物啊 要相信自己的运气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啊 上古到中古时代中国的服装 但我们的啊 进古时代 我们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看两件瓷器 我们拿两件文物啊 这两文物呢 上面画的都是人物 这人物画的都比较大 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左手这件呢 是康熙年间的 我右手这件是乾隆年间的 中间隔着 隔着个大几十年吧 我们看清代的这个瓷器啊 尤其看清代乾隆年间 以前的瓷器 它大致上画的服装 都是汉服 所以它基本上保留了 明代服装的一些特征 那么明代服装呢 基本上是程系宋代的啊 那么它主要的变化是在 一群之间的一个比例 这种比例呢 如果你不是研究的呢 你看着都差不多